大家好,我是梁Sir 今天這段影片會講講第一課書的Reading to learn 今次的題目就是discovery of virus 就是我們怎樣去發現病毒 講病毒之前,我們先講疾病 這次這個疾病是植物的疾病 叫做Toparco-mosec disease,就叫做煙草花葉病 看過幅圖,再加上病徵,你大約都知道 就是你見到在葉子上有一些一塊塊的模型 就是模型,我們之前在第三課學過的 一個霜嵌式,一個霜嵌的pattern 就是淺色或深綠色的一塊塊,在葉子上 當然,你見到這幅圖 右手邊這一塊葉就是最嚴重的情況 已經病到癡痠了 在中間這兩塊,就是淺色的一塊塊 漸漸就會變成深色一點 這個就是煙草花葉病 當初我們一些生物學家就在想 究竟這個病是怎樣產生的呢 有什麼情況,所以在這裏就先講一講 在我們整個篇章裏面,我想先提一提的 就是有關於科學的性質,科學的特性 Nature of Science 就是第一,其實我們的科學知識 是源自於我們的觀察 或者是由我們的觀察所引申出來的 即是我們對於這個自然界有一定的觀察 例如我們看到葉子,為何一塊塊? 是不是有病啊? 我們再去探究,為何它們有這個病 病症我們就知道了 但我們也想知道為何它是病的 當我們知道為何它有得到這個病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想辦法去預防它 這個第一個就是 就是說,科學的知識是由自然界的觀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在我們這篇文章裏面 其實我們的實驗是不斷地做下去的 不斷演進的 我們直到我們能夠趨向這個真相 知道了那個結果為止 所以科學是一步的探究 就是說,其實是一個不斷的探究 即是說,做到一刻的探究 未夠的 可能明天突然心血來潮就繼續做下去 繼續做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 直到我們能夠協近真理的位置 這是一個科學的特性 這個大家是要學的 不是我隨便發眼的 是大家一定要認識的 看回我們的篇章 篇章就是我們這個病 煙草花熱病 那些生物學家就在想 為何會生病呢 我們就有一棵已經生病的植物 就抽取一些提取液出來 即是我們拿一塊葉也好 甚麼也好,硬爛它 然後拿些樹汁這樣算 然後,就經過一個filter 就過濾些甚麼呢 就過濾了細菌 就是Block Bacteria 令細菌清掉它 即是代表著 在那個filtrate 這個filtrate 即是那個濾液 過濾之後那棵的提取液 裡面照計是沒有細菌的 是不是 對不對 接著我們就把這些filtrate 噴下去 一棵健全的植物 一個健康的植物 即是spray噴噴噴 就噴下去了 對不對 那我們去想 如果這個病 是由病菌Bacteria 所導致的話 現在我已經filtrate 了它 即是照計那些東西 應該不病吧 是不是 但我們說不是 很驚奇 today surprise 就是說 全部噴了那些提取液的健康的植物 Todoro 都病了 那些科學家就想 咦 沒有理由的 我明明已經block了那些bacteria 那些細菌的 是不是 為甚麼還會病的呢 所以 他們就想了 suggest了 就是想一下 喂 其實會不會這個病 是由一些細菌 所去分泌出來的 chemical 所去導致的 就是細菌分泌出來的一些化學物質 我姑且 就叫做毒素 好嗎 我當過一些毒素 就是導致那棵植物會生病的 OK 那麼 除了說 這個細菌會分泌毒素之外 我們隔了細菌而已 我們隔不到那些毒素的 是不是 那些毒素小一點呢 噴了下健康植物 那就病了 那就很合理了 是不是 又或者說不是的 就是說 可能有另一些organisms 它們是比bacteria更加細的 那其實有合理 那你隔不到它 你的filter 隔到細菌而已 但是隔不到一些 比細菌更細的東西 而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的病毒了 OK 那麼在這裏了 這個框框 告訴大家 其實這些就是科學家的假說 記得我們做實驗呢 那個這樣的科學探究 是有不同的步驟的 其中一個呢 就是去建構我們的假說 跟著做實驗 去驗證我們這個假說是對的 還是錯的 可以嗎 現在就看看 後面的第二段 第二段最好是有圖的 在說那段文字之前 提一提 為何要給你圖 其實有甚麼好處呢 因為他日我們做題目也好 或者去溫書也好 有時候我們 by all 我們見到不少字 一段段文字給了你 可能去point form也好 或者一段給你也好 你說喂 真的看著堆字 我也不知道做甚麼 OK 所以其中一款的方法 我覺得是不錯的方法 就是visualize 去把那些東西 視像化了它 畫一幅圖 畫我好像這幅圖 一個 diagram的圖也可以 或者畫一個fold chart 那些箭嘴圖 A箭嘴B箭嘴C箭嘴D 都沒問題的 總之就是visualize 了它 將一段文字 變成一個個步驟 幫助自己去理解那件事 現在這一幅圖 其實就是去解說 剛才樓上那段 以及現在這一段 現在這一段說話 很快地說一說 就是說 那些科學家 剛才我們是 ongoing inquiry 別人做過的實驗 我繼續做的 可以沒問題的 你看看有沒有新的方法再做 或者繼續做多幾次 現在就是說 剛才我們有一棵 已經病了的植物 在左手邊那棵 病了的植物 OK 然後我們在抽取提取液 然後做過濾 過濾細菌 然後噴下去這一棵 健康的植物 但誰知道 它就病了 這棵我們就叫 Newly Infected Plant 就是說這個 剛剛被人感染的植物 我們就抽取那些提取液 又是拿一塊葉出來 硬碎它 然後拿那些 extract 又再filter一下它 然後噴下去另一棵 健康植物 不斷地重複很多次 就是說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噴噴噴噴噴噴 不斷地噴 噴到何時呢 就是說 無論哪一棵植物都好 這一棵我們叫 Newly Infected Plant 2 就是說我們會有 Plant 3、4、5、6、7 這樣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 keep住了 有一棵新感染的植物 我都 摘一塊葉下來 硬碎它 拿了一些 extract 過濾了它 接著又噴下去 第三棵、第四棵、第五棵 不斷地噴 我們會發現 一棵一棵都有病 一棵一棵都病了 那些科學家就會想 咦 這隻病就不像 是由細菌所分泌出來的毒素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細菌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但是我們不斷地噴的 就是噴那些所謂的毒素給它 噴一下 它病了 病完之後 我當那些毒素都更殘留在這裏 然後又被我 extract出來的時候 其實毒素是不是越來越少的 應該 因為我重複了很多次 留意一下 因為病菌不在這裏 所以那些毒素 應該是這樣的份量 就是這樣的份量 不會多了 只會少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只要硬硬一發葉 然後又再裝模作樣 多一次病菌 OK 稍後我們第二條會再講多次 但起碼有個概念 OK 去到後來 發現是病毒 對不對 對不對 後來就發現 原來這個 Toparco 的模式 Virus 就是我們人類 是第一款能夠 能夠 isolate 出來的 病毒來的 這樣一款 這個就是整個實驗的做法 那看回題目 第一個要叫我們說一下有什麼hypophysis 剛才在第一段都說了 其實那個框框 就是為那個hypophysis 對於這個病 我們有什麼假說 去解釋 為什麼這個病會產生出來呢 什麼導致的呢 科學家就想了 可能是一些什麼 所產生的一些chemical 所導致這個病 又或者有一些生物 它是被細菌 為之大還是為之小 就會導致你到這個疾病 那看回前面那段 我相信你找到答案了 OK 我想說的 主要是說第二條 就是解釋多一次 為什麼科學家會覺得 這個病不是由那種毒素所引起的 就是由細菌所分泌出來的 chemicals 那些毒素 我估計叫做 OK 所導致的 我們說了 就是因為 每一棵剛剛受感染的植物 所抽取出來的提取液 OK 仍然都是infestuous 仍然有感染力的 就是可以感染另一棵植物 即使這個procedures 是不斷地重複就重複 即是我們剛才說的 第一棵受感染的植物 接著感染了 又抽取提取液 做了過濾 又抽取第二棵 又病了 又抽取化葉 又抽取提取液 又過濾 再抽取第三棵 第四棵 第五棵 第六棵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發現 那一棵植物生病 那棵植物 Agent 即是煤界 令到產生這棵植物的Agent 我們不見得 它是有大率的 即是它好像沒有稀釋過 剛才我說的 那棵Bacteria 早就已經不存在了 如果真的有棵Bacteria 去產生毒素的話 它早就已經被濾出了 它弄不到新的了 即是說 只要你的毒素 由一棵植物 傳到第二棵、第三棵 即是某程度上 如果毒素 濃度是很低很低 很稀釋了的時候 其實它應該未必 搞到你病了 對不對 OK 即是說 這個病痛 就不見得 像是一種毒素 因為它都沒有溝稀過 這個情況 它一直都會弄到你病 即是說 它那個Agent 這個媒介 一直多到 可以引致到那疾病 所以 我們後來才發現 原來不是Bacteria 是Riruses 是病毒 病毒有什麼特性 病毒是比細菌更加小 Riruses比Bacteria更加小 所以它便可以穿過濾 去到那個Filtrate 然後再噴到植物那棵樹 是不是 但是當然你會爭辯 如果病毒的數量不是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你又怎樣可以導致到那隻病呢 對不對 就是很簡單一個道理 我們有流感病毒 搞到我們有流感 現在 如果當病毒的數量很少很少 其實它不足以令到我病 但是如果病毒的數量很高呢 那又怎樣計算呢 它很多病毒 那又怎樣計算呢 那就是說 你當平時你正在病 然後你打了一個黑痴 給了你的Friend 但是如果病毒的數量很少的時候 你的Friend可能是未發病的 但是如果那些Riruses不斷繁殖呢 不斷繁殖下去 令到數量越來越多 多到足以令到你病的時候 那你就新病咯 對不對 所以啦 第三條正正就是 剛才我剛剛說的重點了 究竟做完整個實驗之後 去引證到的 是一個什麼的生物的特性呢 生物特性 我們學了七款 我給了七款你 你選回對的那款給我就行了 對不對 現在我們知道病毒是導致到這個病的 對不對 但問題就是 它會引申到一個什麼的生物特性呢 對不對 呼吸作用 會動 會成長 會繁殖 會吃東西 會動 會排泄 對不對 七個特性哪個才是對的呢 你選一個給我看 對不對 這個是整個題目的核心的部分 但是我還有一件事呢 想跟大家講一講的 就是有關於 hypothesis 假說的問題 好 那有關於那個hypothesis 先去解釋一下 什麼叫假說呢 假說就是 就著某一個觀察 我們嘗試去作出一個解釋 所以hypothesis 就是proposed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就是說我們見到一件事 會不會是這樣解釋呢 這個就是hypothesis 但是為什麼這一段我想錄呢 就是因為 有些同學很快忘記了 或者有一點不清晰 有些混亂 就是在說 做一個investigation的時候 做一個科學探究的時候 什麼時候需要有一個假說 什麼時候是不需要一個假說呢 OK 現在我就放了在兩邊 一個叫investigation list 1 有一個叫list 2 OK 那我稍後就平衡一起放給你們看 究竟 兩類型的實驗 兩類型的科學探究 有沒有哪一類型 是需要一個假設 有哪一類型是不需要一個假設的呢 那現在就可以解釋一次了 OK 兩邊一起看 第一類型的實驗呢 兩邊 左手邊就是說 究竟愛滋病 是怎樣去散播的呢 怎樣傳染出去的呢 OK 重點是怎樣 OK 然後旁邊右手邊就是說 都是愛滋病 不過就是想去探究的呢 愛滋病有什麼病徵的呢 有什麼病狀的呢 重點是在於什麼 OK 然後 去到另一個 另一組呢 就是左手邊就是說 究竟 擦牙 還有這個 有豬牙 那個機會率的關係 是怎樣的呢 OK 那我們這次想說的呢 究竟那個關係是什麼 OK 接著 旁邊右手邊就是想說 都是關於牙事的 就是說 一個成年人 有多少隻牙呢 都是探究來的 今次是多少隻牙呢 OK 接著 第三組呢 左手邊那組就是說 為什麼 那些什麼叫migratory bird 即是那些候鳥 候鳥 即是說 冬天會飛來香港 一些較暖的地方 那些小鳥 對不對 他問了 為什麼那些候鳥 會飛去一些特定的位置呢 即是說 冬天的時候飛去暖的地方 至於此類 重點是在於為什麼呢 OK 接著 去到右手邊就是說 究竟他們飛去哪裡呢 那些候鳥 飛去哪裡呢 OK 飛去香港 飛去米埔 德物之而此類 飛去哪裡呢 OK 接著是第四組 第四組呢 就是那些m-si 左手邊就是說 究竟那些m-si 為什麼去到100度的時候 就會沒有了那個催化的能力呢 OK 為什麼會發生呢 右手邊就是說 如果一隻m-si 它去到100度的時候 它的m-si m-si reaction rate 又是什麼呢 OK 即是說 那些m-si 做不做到東西呢 快還是慢呢 OK 那這個就是那個Watt 來的 那這兩款實驗 有時候聽起來 我相信大家都明明的了 兩款實驗 即是兩組 的實驗 其實那個level 是相距 是一大部分的 左手邊那一隻 我們叫分析性的調查 即是說 我們是想辦法去解釋一些東西的 解釋 怎樣傳染呢 解釋 那個關係呢 可以有關係 可以沒有關係的 對不對 解釋為什麼他們飛呢 飛去某些 位置的原因有很多 找東西吃也好 天氣冷也好 有人去打獵打走他們也好 什麼都好 他走很多原因的 對不對 但是我們想知道為什麼 OK 接著 為什麼這隻M小孩都100度 就會沒有了反應呢 沒有了吹發的功能呢 OK 這些都是說 我們 無論是怎樣 為什麼 關係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是需要做實驗 去 測試一下一些特定的假說 因為為什麼 剛才我講了 喂 測牙和注牙有什麼關係 有人說 沒有關係的 測不測牙和注不注牙 其實沒有關係的 OK 拆了又會注牙 不拆又會注牙的 OK 但是有人會覺得 神經病的嗎 當然是說 拆了牙 就可以減低注牙的機會 不是嗎 好像是 OK 又或者 樓上的 喂 愛滋病是怎麼傳染的 還說昏雲的 以前我們 因為醫學沒有那麼聰明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你病呀 你遭天險呀 你做壞事呀 你這個人 OK 這個都是一個假說來的 你都是想辦法去講一個解釋出來的 對不對 當然對不對 做實驗就知道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說 喂 血液傳染的 這個 性器官的分泌物傳染的 無論是精液或者陰道分泌物傳染的 原來體液是一些Body Fluid所傳染的 這些都是假說來的 那我們就做實驗去看看是對還是錯 對不對 但右手邊不同 右手邊是一個 Descriptive 的調查 就是一些描述性的調查 就是說 我只是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描述了就可以了 就是說愛知病的病狀病徵是什麼 你要多少隻牙 數到的啦 你用不需要有個假設 我假說 我假說你有20隻牙 然後做實驗你會數一數 哎呀你答對了 不需要啦 我想知道而已 數完 對 數完 28隻就28隻 32隻就32隻 對不對 OK 這個數就是了 所以這些是描述性的事項 其實牠是解答不了那些 怎樣呀 什麼時候呀 為什麼呀 什麼關係呀 這些東西的 因為牠都不需要你去給個解釋我 你告訴我 就行了 飛去哪裡呀 我飛去香港 香港哪裡呀 米埔 OK 你答到我的問題了 已經 但是你說 為什麼要飛去米埔呀 為什麼要飛去香港呀 那我就要想一下為什麼 所以 在這兩邊的實驗當中 你很容易就知道 哪一類型的實驗是需要假設的 就不然是左手邊那款 左手邊那款是需要假設的 但右手邊那款是不需要的 右手邊那款有假設 你有什麼好測試 OK 那我就純粹說 哦 你當初假設了他們有35隻牙的 現在數完了 有32隻的 你錯了 拜拜 是不需要的 但是左手邊不同 剛才我說擦不擦牙 擦不擦牙對有沒有柱牙的影響 你就試一下 一個擦牙一個不擦牙 或者你 或者你同一個人 一個月擦牙一個月不擦牙 那看看你對於牙的健康有沒有影響 這個就是講的 假設 什麼時候要有什麼時候要沒有 我希望借助於 借助於這兩個平衡的List 是可以令你明白到 他日我們做SBA的時候 做一些特定的實驗 究竟需不需要有假設呢 OK 如果你明白的話 就馬上試一下做這條題目 OK 把你的答案寫在下面 問題就是說 如果現在我們要做一個 一系列的Foot Test 為了什麼呢 為了去測試一下 究竟在某一款的食物裡 究竟裡面有什麼成分 有什麼Food Substance OK 對於這個實驗來說 你需不需要有一個假設呢 要的為什麼 不要的為什麼呢 答案 留意一下 這一個實驗 究竟是屬於一款 分析性調查 還是一款描述性調查 我現在想知道的 提醒你了 我現在只想知道 在這一款 不知道什麼的食物裡 裡面有沒有 有什麼 Food Substance 如果答得到的 OK 我給你獎品 OK 有問題也好 答到這條問題也好 OK 那你把你的答案 留在留言 OK 有問題的盡快回答 下次再見 拜拜 好